你知道父母给你的陪假是干什么用的吗? 你给我记住了,彩礼和父母的陪假不是用来让你过日子的 彩礼和陪假是女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保命的钱 这条视频啊,大家一定要先点赞收藏起来,以免被和谐掉 第一,当你老公出轨不要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,你已经因为照顾家庭放弃了职业,没有工作 这个钱是让你保命的,这个是第一 第二,当你离婚的时候,你老公不要孩子 那么你要准备抚养孩子的备用金 老公给你的彩礼是什么?是违约金,是违约的押金 保证他有一天不会出轨或者背叛 不要你的时候,让你有一点点能够自己独立过日子的基础,对吗? 你们以为那些东西是拿来填补家用的吗? 不是,那是你最后的一条防线 告诉所有的女孩子,彩礼嫁妆是一分都不能乱花 所以姑娘们,别再傻了 如果说一进门,对方就开始算计你父母给你的那点彩礼 或者是嫁妆,那么你们如果嫁人的时候 或者说自己的闺女嫁人的时候 就记住,让你的闺女去问一下 我从我父母那拿过来的嫁妆钱 我们拿过来之后,你打算怎么用? 如果你的老公说,这个钱拿过来之后 咱们用来买房子,咱们用来装修 那么这个男的呀,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你怎么看呢?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怎么看呢?在评论区中心里有什么好人